第1421集 彭愣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传了过来 黑影的身子静止向后视的玻璃和防盗网直接撞穿 然后朝着地面摔了出去 林宇等人面色一变二话没说 一脚下一用力蹬着身形凌厉地跟着冲出去 众人陆续落地之后发出几声闷响 抬头一看 发现刚才那个人影正赤裸着上身 穿着一条短裤快速地朝着院子外边冲出去 同样昂着头扯着嗓子高喊着 来人来人 这人确实是土味 林宇听到这个声音之后顿时心头大喜 但从声音来判断 这的确就是土味的声音 这和电话中的那声音一模一样 林宇猛地起了身 不顾一切地朝着土味追上去 在土味跳到墙头上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跟前了 一把抓住土味的脚踝 土味整个人瞬间跌到墙头之上 土味面色陡然大变 回头望了林宇一眼 同时狠狠一个后踹 踹向林宇面门 林宇则是没有丝毫地躲闪 狠狠一拳砸在了土味灯来的这一脚上 咔嚓一声 在林宇的拳头与土味的脚掌相接触的那个刹那 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陡然响了起来 土味的整个脚掌骨几乎被生生地砸裂 土味疼得怒骂一声 接着忍痛狠狠地一拳砸向林宇的手腕 所用的力道之大 恨不能直接将林宇的手腕砸断 林宇赶紧臂气锋芒慌忙地将手一撒 而土味也趁机往后一栽 翻到了院墙的外边 同时凄厉地喊道 都他妈死了吗 林宇面色一变 赶紧一个纵身高高跃起 按着墙头跳了出去 望着眼前已经亮枪冲出数十米的土味 二话没说 猛地朝着土味冲过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玻璃碎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对面别墅突然嗖的一声 一道急速的破音之声传来 一根类似于标枪一样的银色钢制武器 冲着他射过来 力道巨大 角度精准 林宇脚下 玄宗不一措 我身子一侧 看看躲过了这一攻击 标枪嗡的一声深深地扎在了地面之上 但是突然间两侧的别墅也跟着响起了 喷隆喷隆的玻璃碎裂之声 紧接着 树道银色的短状标枪 朝着林宇极力地射过来 破空之音不绝于耳 林宇见状面色大变 知道这种标枪力道 扰是自己的忠诚治刚纯体也扛不住的 再也顾不上追赶土味 身子借势一滚躲开了这阵枪雨 身子靠在了对面的院墙上 树道闷响传来 这些个标枪结结实实地 扎在地面上和墙面上 将刚才要从院墙内冲出的百人图 胡秦峰等人都给逼退了进去 很显然这帮人训练有素 平日里早就在家里准备好了武器 说不定都已经做过演习 准备随时应对这种情形 所以此时情况虽然突发 但是他们却有条不紊 利用手中的标枪 牢牢地逼住了林语他们 呵呵呵呵呵呵呵 何家柔 我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这么蠢啊 竟然自投罗网 送死来了 此时已经跳进 阁壁院墙的土味 突然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中说不出地狂傲得意 他这里 几乎可以说是天罗帝王了 就是为了防止某些仇家突然找上门 但是这么多年来 只有林语一个愚蠢之己的仇家找上来 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到林语会查到这里 更没想到林语会蠢到直接冲进这里来追杀他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在自己的屋子里只安排四个人手 不过倒也确实差点被林语得手了 他尾时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可以躲开所有的警报 不发出丝毫响动迁到他的卧室里 要不是多年养成了睡床下的习惯 估计他真的被林语给得手了呢 林语听到他这话心头也是又恼怒又憎恨 他怎么也没想到 有人竟然会放着好好的床不睡 跟耗子一样的睡在床下 不过这事发生在悬一门人的身上倒也不足为奇 像他们这种作恶多端心中有鬼的人渣 确实不敢睡床 也不配睡床 妈的 胡秦峰怒骂一声十分恼怒 刚才他差一点就抓住了土味 现在可谓是功亏一篑 不止没有抓到人 反而还出现了最坏的情况 此时他已经听到周围大批赶来的脚步声 可见整个别墅区里悬一门的成员 皆是已经朝这边赶了过来 朱老四春生秋满也不由有一些紧张 他紧紧地握住自己手中的武器 知道很快将会爆发一场大战 林语此时也听到了周围赶来的脚步 而且已经看到了远处宛如蝗虫一般成群结队的身影 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包饺子了 望了一眼对面刚才跳出来的院墙 接着身子猛的一窗利落地跳进了院墙里 此时两根标枪从他背后蹭地飞过 扑扑两声扎在了旁边的地上 可见躲在对面别墅里的人根本就没有跟出来 仍旧是在楼上监视着他们 先生 没事吧 顾城等人看到林语急忙凑过来询问 没事 林语咬了咬牙接着狠声说道 只可惜刚才差一点点就抓住了土魏了 哎 别急着动手 容我跟他们谈谈 这时土魏突然冲自己的手下喊了一声 示意他们只要包围住林语他们就可以 不用急着动手 喂 何家荣 土魏叫了他一声 话音未落 自己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你可真是个蠢猪啊 不过呢 我倒也好好的感谢感谢你这头蠢猪 要不是你过来自投罗网呢 我还真就无法为老掌门呢 理这么大的功呢 要知道 这次他能够将林语捉住或者是击杀 那可就是两项大功 不只是保全了荣赫书的安全 还替荣赫书报了杀子之仇呢 所以到此后他在悬疑门的地位定然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以至于现在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辉煌的前程 话你别说得那么早 你能不能抓住我还是个问题呢 林语此时突然咧嘴一笑 豁达地说道 还有 就算是我被你抓住了或者杀了 到时候你能不能活着还是个问题呢 此时出现了最坏的局面 林语的心理反倒是踏实下来了 反正他们来之前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不过就算无法活着走出去 他也会在死之前将土味带上陪葬 是吗 土味忍不住哈哈笑了几声 何家荣 我听人说呢 你这个人很狂妄 现在看来啊 确实不错 只可惜 你的狂妄 救不了你和你这帮兄弟 这样吧 你只要乖乖地投降 停止反抗 我可以保你个权势 另外呢 你这几个兄弟也尚有一线生机 听到土味的话 林语心头一动 下意识地问 什么生机 怎么讲 先生 何老弟 不成 胡秦峰等人听到这话立马低声冲林语喊了一句 林语冲他们摆摆手 示意他们先别说话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访问你 我访问你